在一个宁静的小村庄里,小男孩小明每天都会和他的祖父一起在花园里工作,祖父是一位热爱园艺的人,他教小明如何种花和照顾植物。 有一天,祖父给了小明一颗特别的种子,并告诉他,这是一颗神奇的种子,只有你每天都用心照顾它,它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 小明充满好奇地种下了这颗种子,并每天都精心地浇水、施肥,观察它的成长,日子一天天过去,种子开始发芽,长出了绿色的小。 苗,小明每天都迫不及待地跑去花园,看住小苗慢慢长大,有一天,他发现小苗开出了美丽的花朵。 花朵中间竟然有一颗小小的星星在闪烁,小明惊喜地跑去告诉祖父, 祖父,你看,花朵里有一颗星星,祖父微笑着说,那是因为你用心照顾它,这颗神奇的种子才会回报你。 小明望着那颗闪烁的星星,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,他明白了,只有用心去照顾和努力,才能收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美好。 从那天起,小明更加热爱园艺,每天都用心照顾花园里的每一株植物,他知道,只有用心付出,就一定会有美好的回报。